醫生, 這麼多證書和牌照? 不僅僅, 我們還要拿 日間醫療中心牌照 為保障病人安全和權益 私營醫療機構條例規定 有醫生或牙醫執業的私營醫療機構 都要申請相關牌照 日間醫療中心牌照的申請 由2020年1月2日開始 診所牌照和括免書的申請日期 就會遲些公佈 上orphf.gov.hk 了解牌照類型和詳情吧